兰州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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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追 兰州大帝 若是为了夫君而来 我不妨跟你说几句真心话 当日星辰隔一别 父君对你从未忘记 只是因为你是人族公主 身份何等尊贵 父君自知配不上 才勉强找了我这个乡野丫头 大火过日子 大火过日子 连孩子都生出来了 你不用再跟他讲了 我比你更了解他 今天他 今天他不把我们的孩子抢到手 他是绝对不会善罢甘休的 你到时了解我 好 给我上 是 把孩子给我抢过来 把孩子给我抢过来 好 好 好 日中 好 好 照顾好 好 我们的孩子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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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 锦束 一定肯死 给我找 我要见人 死要见尸 我一定要得到那个孩子 星流花神 每隔百年降临人间一次 给兰州大帝 带来百年不散的星流花 成年的贵族羽人 拾了星流花坟以后 便能展翅飞翔 此次 星流花神 能脱身于你和瑞竹的孩子身上 想必是冥冥之中的定数 师父 既然天意不可为 徒儿都但恳请师父 可以救救我的女儿 不要让她落到 别有用心的人手里 起来 不事为师 不肯帮你 自创世以来 兰州大帝 人鱼两族争分不休 星辰阁 能以七神守护者的身份 居中调停 并设立学员 疏为不宜 徒儿明白 拜学为人凶残 徒儿绝不会为了一己之私 害了师父 还有星辰阁 容师父 再想想别的办法 徒儿已经想好办法了 恳请师父 赐我一枚修罗丹 不愿意 修罗丹服下之后 形容巨变 从此世间 再无奇数 使忍 你回来了 灵儿 一别两点 不知你是否又长高 星辰阁血液繁重 今年你的生辰 我又不能陪你一起过路 星辰阁地处偏僻 兄抱歉 未采捷到你想要的红豆 先送上青刚匕首一把 供妹妹防身致力 凶 亭君 什么呀 哪有送女孩子匕首的 红豆是相思之物 到底懂不懂我的意思 两族的和平迄今只有百年 我心应持作为这一代的新城阁主 愿倾尽一生之力 延续兰州的和平安康 今天是一年一度的七星灯祈福仪式 会在仁族和羽族中 选出两位代表上台比武 获胜者将有资格点燃七星灯 下面有请仁族太子 白亭君 羽族皇帝 封天意 封天意 即使要维护和平 又为何要比武呢 师父的用意 我不懂 大庭广众之下斗些拳脚崩溃 终究还是尚得台并 羽族之皇与仁族的太子 当真要一较高下的话 应该是在战场上 那封天忆 你想如何呢 我想把这次点亮七星灯的光荣使命 让给太子殿下 封天忆 你在搞什么鬼 启禀师父 徒儿并无他意 只是这和平的要义不就是一个让字 再说了 历来能在祈福仪式上点亮七星灯的 从来都是星辰阁最优秀的弟子 这一点 太子殿下实至名归啊 既然封天意 你有和平之心 相让之意 那就让白亭君点燃七星灯吧 请 仁族太子白亭君 日表英奇 天资翠骨 又成亭训 德行温良 今代表星辰阁上下点燃七星灯 为兰州大帝祈福 愿年年风调与顺 两族和平安康 永远年风调与顺 一族和平安康 敌人 国安康 国安康 把七星灯安放好 师父 七星灯乃星辰阁的圣物 要是就这么随随便便毁了 实在是可惜 是徒儿失察 请师父责罚 太子殿下此言诧异 历来被选中点亮七星灯的弟子 其才华与品行 受上天的认可 才能感动天神必有兰州 太子殿下若认为自己失察 那么真正失察的又是谁 这件事其实怪我 若不是天意执意相让 这件事也不会落到现在这样的下场 天意也请师父责罚自己 封天意 你虽贵为羽皇 但在我星辰阁 也只是一名普通的弟子 就让你看看 老天爷是不会有错的 一切皆因弟子顽劣 请师父责罚 请师父重重降罪 既然如此 那我就满足你们 赤素责罗 你说我要什么时候 才能见到廷军哥哥呢 对啊 那咱们就去星辰阁 他不来找我 咱们就去找他 走吧 什么时候兰州的规矩变了 人族的太子见到羽族的皇 可以不行礼了吗 规矩是没变 但兰州有谁人不知我这太子 是名副其实人 你这陛下当的 可有点憋屈啊 今天要不是硬实拦着 以你人族太子的身份 毁坏了七星灯 毁坏的就是 两族之间的和平 和平 原来你罪翁之意不在酒吧 不过就算师父不做什么 你认为这么做 能达到什么目的呢 代表隐族起兵 你有这个权利吗 到头来 不过是陪上自己的 几条走狗罢了 以为守门的不让我进 我就进不去了吗 以为守门的不让我进 平均哥哥 等着我 我马上就来 浮予令我神兽看守 怎么才能见去呢 你 你真好看 你是 那边有人 走 去看看 你找什么 你不看画本吗 像我这样的美少女 在被抓之前 都会发现一个山洞什么的 然后躲起来 求山洞不如求自己 这家伙一是华贵 估计在星辰阁 还有些地位吧 这真有一个山洞 不会吧 你这是干什么 本姑娘能不能脱身 就看你了 我本来想了一个好法子帮你 但是没想到 你这么傻风景 谁让你不早说 现在也不晚 你不早说 就是自己不早再了 我想伤心 我便已不早说 你便好 快嚇死我了 你也得便宜 许 要不是我帮你 你刚刚就被那两个人 给抓走了 私闯星辰跟禁地的事 你知了有多严重 我 我没有私闯啊 我是来办公务的 有公务在身的 你怕他们干什么 再说 哪个办公务的 会从天上掉下来 我不跟你说了 等等 我刚刚救了你 连声谢谢都不说 你 你别得寸进尺好不好 你都占我便宜了 刚刚是谁 夸我长得好看的 你好看 也没有廷军哥哥好看 你认识白廷军 你跟他什么关系 秦哥哥 要你管 你也认识白廷军 那 你能带我去找他们 想找白廷军 当然可以 我这个人 最喜欢主人为了我 过两天星辰阁 一年一度的竹竞花大赛 白廷军到时候 肯定也会在这儿 我带你混进去 真的 拿钩 我能相信你吗 这下 就当换你刚才的一本好了 你 刚才的事情 你不许告诉别人 快 快点 快点 我一定要通过考验 别偷懒 驾走静音会 快点 来 好 厉害 好神奇啊 神经历 好厉害 神经历 好厉害 神经历 太厉害了 厉害 停 你叫什么名字 玉 玉环镇 进来说 参见与皇陛下 说说 为什么想加入精英会 因为 因为仰慕陛下的高贵 和威严 也因为 因为从精英会出来的人 都是最优秀的 撒谎拖出去 不 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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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实话 我说实话 因为羽家已经没落 没有人瞧得起我 我若不出息 我娘也会一辈子被人欺负 好 请陛下给我一次机会 玉皇的机会 可不是随便给的 只要陛下肯答应 我什么都愿意为陛下做 这样就嫩和多了 朕不知道廷军哥哥 是怎么在这儿待着的 陛下 你干吗 你干吗 你干什么呀 我这是在救你啊 这里可是星辰阁的禁地 是禁止放明火的 你们星辰阁有病吧 规矩那么多 而且 为什么你们每个人害完别人 都在说救别人呀 陛下 要害你 那可真是你的荣幸 陛下 陛下 你说风天忆吗 你说风天忆吗 倒还真有些来头 不过 地位再高 也是个人渣 那 他叫你来做什么呀 是不是要带我去见廷军哥哥 给你的 这什么 这个呀 是羽族高等贵族才有的灵药 天空草 吃下它 能在一盏茶的功夫里 速度超凡 明天是竹镜花大赛 肯定是困难重重 你如果吃下它 就能够突出重围 见到白亭军 哇 这么好啊 不对 风天忆该不会下毒了吧 吃不吃随便你呀 算了 信你吧 反正我现在也走投无路了 那明天这个时候 我再来找你 我走了 你跳什么呀 不重要 我不过 是陛下的一条狗 可 你明明是个人呀 为什么要说自己是狗 是不是风天忆欺负你了 没有 我叫羽桓珍 我叫羽桓珍 来 前几日的竹镜花大赛 风天忆的表现最佳 夺得佩镜最多 但是除你之外 你的队友战斗混乱 佩镜不是弄碎了 就是被对方抢走了 反观白亭军 你债的佩镜 虽不是最多的 但是你们队的队员 互帮互助 攻防明确 比赛结束时 你们队交的佩镜 反倒是最多的 诸位 都是在星辰阁学习的学员 也都是人中龙凤 凡居高位者 就要懂得 识人善用 要懂得借势 千万不可 一意孤行 呈匹夫之用 也没什么变化呀 别着急 一会儿就会见笑的 你这个暗器什么东西啊 这个呀 是我自己做的 叫流光飞环 我已经帮你冲破第一道守卫 剩下的 就要靠你自己了 好 怎么样 有反应了吧 去吧 做这么简单的事 就能加入精英灰 这姑娘不会有危险吗 灵儿 你怎么会在这里 田军哥哥 你是何人 胆敢擅闯禁帝 师父 不许拦着我 放肆 灵儿 怎么回事啊 这是哪里来的野丫头 师父 一口一个灵儿 这丫头跟你关系 非同一般吧 就是你 阁主 就是她害的 是她带我进来 还给我吃那些 血口喷人 我一直在听师父训话 哪有时间带你进来 而且你知道我是谁吗 我堂堂女皇 我认识你吗 你不过就是想跟我套近我 住手 这么护着她 不会你就是幕后的主使吧 你别睡口喷人 都给我闭嘴 廷军 我相信你不会干这样的事 至于这位姑娘嘛 来路不明 擅闯禁地 应该好好查一下 给我带下去 是 是 廷军哥哥 走 廷军哥哥 我是愿望的 她对你用情不浅啊 没想到你为了自己能够脱身 竟然把她给出卖了 看来温柔的太子不过如此嘛 我绝不会让凌儿受到任何人伤害的 受到任何人伤害的 我封天忆想得到的东西 没有得不到的 陛下 怎么了 做贼心虚 陛下 我真的没有想到 事情会搞得这么大 那你要是想到了 是不是就不按我的意思做了 我 我 世界上没有免费的午餐 你 你 想要得到什么 你就先得付出更多 于幻朕 你现在已经是我精英会的人了 放心 我会保着你 可是易姑娘是无辜受害 所以你就要救她出来 她迟早会把我供出来 我是担心 连累主上 她无凭无惧 口说无凭 看着我 你到底是担心连累我 还是担心易伏灵啊 我可得提醒你一句 在这个世界上 太善良的人可没什么好下场 这 尽尊陛下教诲 尽尊陛下教诲 于幻朕啊 于幻朕 你当真要做一条走狗吗 天君哥哥 天君哥哥 灵儿 天君哥哥 是我不好 让你受委屈了 不是的 你又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肯定是风天忆在捣鬼 如果只是为了对付 也未明太过坚强了 我猜他一定有什么不可高然的秘密 不过你放心 无论如何 我都会救你出去的 我信你 天君哥哥 从小到大 我最信的人就是你了 先别哭了好不好 乖乖听话 我会找人好好照顾你的 嗯